第38集 最后的散手解 连续几次攻城失败 一向心高气傲的公输班不服气 你别得意 我其实还有一个对付你的办法 不过我不说 我知道你要怎么对付我 不过我也不说 你们俩到底在故弄什么玄虚啊 他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杀死我 杀了我 不就没人往宋国守城了吗 真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啊 说完 楚慧王一声令下 刷周围的卫士 都抽出闪亮的剑 对准了莫子 谁敢杀我老师 那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我挺身挡在莫子面前 怒视着他们 莫子的神色一点都没变 轻轻地推开我 您这样做是没用的 在来楚国之前 我就派我的大弟子 秦古离 带着三百多个徒弟 去帮宋国守城了 秦古离早就学会了 我全部的守城本领 又带着我制造的各种守城器械 你即使把我杀了 你们楚国人去了 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先生别生气啊 寡人逗你玩呢 寡人已经决定不再打宋国了 正得意地笑着的楚慧王愣了 听了莫子这一席话 又亲眼见识了莫子 这滴水不漏的守城本领 他明白 攻打宋国 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楚慧王挥手让侍卫退下 莫子凭着他超绝的智慧和勇气 终于成功地说服楚慧王 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情并没有结束 先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寡人实在是佩服啊 希望先生能留在楚国 当寡人的顾问 寡人愿意把方圆五百里的土地 封给先生 这一刻 我对老师佩服的可真是如同这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 老师不但说服了楚慧王 还让楚慧王亲自出马 用高官后路来招纳他 由此可见 只要是金子 在哪儿都会发光 可莫子的理想是拯救世界 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社会 楚国虽大 却也容纳不了他这个包容天下的理想 他委婉地拒绝了 从王公出来后 公书般紧紧地握住莫子的手 说了一番话 与先生您相比 我实在是惭愧啊 不过我向您保证 我以后不会再制造云梯这种 打仗的器械了 要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造福老百姓的发明上 小贴士 被忽悠死的楚怀王 楚怀王人称被忽悠之王 他的一生就是被忽悠的一生 当时秦楚联盟 为了拆散这对哥们 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 秦国的张仪用六百里商鱼之地 忽悠楚怀王 楚怀王重计与秦国断交 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土地 还被秦国打得大败 后来楚怀王通过外交手段 把张仪弄到了楚国 要杀他 结果又被忽悠地 把他放了回去 见楚怀王这么容易被忽悠 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 秦昭王也加入忽悠的行列 把楚怀王骗到秦国 囚禁起来 一直到他死